日常生活盛据 什么是板肌指根据WebMD报道指出,板肌指其实是狭窄剑翘炎,手指中的剑翘因为发炎症状而导致周围组织发炎,就会影响手掌肌腱的伸展功能。 板肌指的症况包括,早上起床时手指僵硬移动手指时出现弹极声响手指根部或有隆起的节节手指弯曲时肌肉被固定在特定位置无法伸展板肌指好发在这些身上,女性风险更高造成板肌指的原因,最常见的就是重复进行某一动作,包括农、家庭主妇、经常打字的上班族。 另外,类风湿关节炎,糖尿病的患者,也可能并发板肌指症状。 板肌指特别好发于40到60岁之间的口,且以女性居多,平日需多注意别让肌腱发炎。 骨科医生,两分钟手指按摩,有效预防板肌指当板肌指发作时,最直接的治疗方式是注射类固醇,达到消炎止痛的作用,患者最重要的是多泡热水,多休息。 并且进行适当的拉筋运动,骨科医生Levi Harrison指出,预防或改善板肌指,只要每天进行简单的手指按摩就能办到,动作一一母指按摩手指根部动作二,上下弯曲手指动作三,握拳伸展每天练习三次,每次进行二横线三分钟,就能有效舒展肌腱, 避免发炎,是改善及预防板肌指简单有效的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